貴婦來了 貴婦 絕音 沒有沒有 要帶我們去買什麼 我今天要介紹 兩個我喜歡的牌子 那我今天帶來的這個牌子呢 它是英國的牌子 台灣好像還沒有 可能某一些選品店會有賣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 就是它的名字由來 是一個義大利的詩人 所以它的東西的感覺 都會比較典雅 就是比較典雅 然後比較浪漫 所以它的東西其實都是 手工感很重 像我很喜歡這條手鏈 是因為它的墜式裡面是一隻手 然後它的手裡面 握著一顆愛心 就是我覺得戴起來 就會讓自己覺得很有意義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條項鏈 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我的胸口有一個小疤痕 所以我很喜歡收集Y字鏈 然後這一條Y字鏈就是 它也是就是它的表面 都是一些不規格的紋路 然後再來就是我最近入手的 就是這一條他們家的珍珠項鏈 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珍珠本來 讓人家感覺就是好像就是很溫柔 然後比較 優雅 會氣 但是它旁邊就是用了一個它很手工感的線條 大部分的項鏈它可能會放在下面的中間 但是它就是放在旁邊 所以我覺得就是又有一種不同的設計感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耳環 它每一個這個耳環的那個上面的金屬 都不一樣的規則 所以我很喜歡它那種 獨一無二的 對 就是手工 就是純手工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牌子 就是另外一個手工 心美姐愛的牌子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的包包對我而言 就是我都覺得好貴喔 但是我看到這個包包 超貴的 超貴的 我就覺得我真的好想要喔 因為它其實算是它包包裡面小的 對 比較小巧的包包 然後其實它雖然小 但是它其實裡面很好裝 感覺超好 然後它是我大概兩三年前 過年前的時候買的 所以我過年的時候都一直拎著它去 打麻將 打麻將 對 然後那一年我就覺得 然後我都一直贏 所以我就覺得 旺包 對 它是我的Lucky的包包 然後它裡面其實就是 就滿滿裝的 它其實曾經裝過很多現金 對 裝很多現金 可以喔 對 然後它前面就是還有一個小拉 小袋袋 然後我覺得它很可愛 前面就是分紅的 然後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們家的牌子其實紅的就是飾品 是飾品 那就不用介紹 可是他們家其實我覺得也很 也很可以買的就是他們的配件 然後我看到這一條絲巾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看不出來是他們家的設計 但其實他們家 上面很多小十字 他們叫logo 就是小十字 然後中間有一個他們家的包 對吧 很有個性 對 然後我有時候會把它 就是綁在包包上 然後像 那時候我看到它這一條的時候 它是綁在model的 頭巾 對 頭巾 那我覺得超酷的 今天很累 對啊 可是我們以前跳街舞的時候 就是都要戴這種圖巾 就是要戴這種 那個叫什麼 變形蟲 然後他們騎重機的人 會先戴這個 對 然後再戴 重機 搖滾和街舞的 都會選電隊 然後我看到這一條 我就覺得我要 因為我覺得 對他們家而言 這個是特別的 特別的化身 這是純絲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條圍巾 雖然它真的很素 但是大家等一下可以摸摸看 真的很薄 很薄 可是它很暖 然後 它可以摸 超級大條 超薄的 像雪紡紗耶 這樣子會暖 超棉被 因為你知道買他們家的人 都會有皮衣 皮衣要搭圍巾不好搭 很厚 很厚 所以它一定要是這種很薄 但又薄暖的材質 而且它的顏色又不是真的很紫黑 就是有點墨黑色 所以我很喜歡 讚不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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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不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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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